歡迎收聽今天的音樂MIT 為什麼被音樂MIT 小燕看了我們的影片就跟G說 我的側面不好看 正面比較好看 小燕現在就不要看我了 我今天就不能看你了 錄音的時候他都會想說 我這個衣服有沒有穿過 有沒有重複 又誰會記 小燕這個書又是在彈書 叫做人間書謊 對 收藏書跟收藏別的東西是一樣的 你有收藏這種東西嗎 我沒有收藏什麼 我想收藏新台幣 另外有一位藏書家說 說書不只是用來讀的 有時候書是拿來摸的 你本身至少每個禮拜要看兩本書以上嗎 因為十方好玩現在 我一直是用摸的 要介紹兩本書 江蘇小燕不是這樣講我嗎 怎麼看起來書都心心的這樣 出版業還好有我們這樣的人 就是說可以持續的喜歡拿到書 應該是我吧 我還花錢買書 不像有一個人 又就是重提了 哎呀 嘲笑我花錢買書 又意有所指 有一部電影叫做 古嶺街少年殺人事件 其實有點可惜 我說可惜就是說 如果繼續擺書的話 就不會發生殺人事件 大家可以來分享一下 影響你最深的一本書 或者你最喜歡的一本書 然後在微博當中呢 把它列清楚 這樣下次我們就可以公開的抽出 一位幸運的觀眾朋友 可以得到這一本 人間書畫